最厉害的那个当选器位食物之王 明白了 开始吧 我先来 你们谁来跟我比 我先来 我是螺蛳粉苏蟹 跋涉酸碎工具 看我的 霉菌蛋 啊 呸呸呸 不错嘛臭豆腐 看来我要加料了 去把酸豆角 沾上臭豆腐 啊 真的好臭啊 哈哈 我赢了 榴莲配鸡 轮到你上场了 见识过我的螺蛳粉厉害了吧 哈哈 我劝你还是乖乖认输吧 哼 虽然你很强 但是我榴莲可是水果之王 我的臭味值可不是一般的高 看招吧 螺蛳粉 看我的 臭皮攻击 啊 榴莲的热量值太高 看来我不能轻敌了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诶 有了 加麻加辣 现在的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 麻辣辅助 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吧 上吧 打败榴莲吧 啊 我的果肉 哈哈 我胜利了 从此以后 我就是气味食物之王了 哼 你怎么还能逐渐加料啊 这就是我的技能咯 榴莲配鸡 你就认输吧 我不活 评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认为 谁更应该是气味食物之王呢 认为是我榴莲的话 就在评论区发送222 认为是臭豆腐的 就发送333 认为是螺丝粉的 就发送444吧 哼 刚刚我们比赛前就说好了 这次谁获胜 谁就是气味之王 而且你看 也有很多小朋友们支持我呀 没关系的 榴莲配鸡 我们也去寻找加持技能 下次再来打败螺丝粉苏西就是啦 再来打败螺丝粉苏西就是啦 来打败螺丝粉苏西就是啦 这次才能将来打败螺丝粉苏西就是啦